大家好 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 认识台罗音标的声调符号 认识台罗音标的声调符号 诶 这些字母好奇怪哦 为什么有一些英文字母的上面有一些特殊的符号 哦 原来这些都是台罗音标符号 台罗音标是罗马拼音的一种 专门用来拼读我们闽南语的读音 当你学会了台罗的拼音 只要看到这些音标符号 就可以正确读出每一个闽南语的 音来了 所以小朋友一定要认真的学习 哦 就像注音符号一样 如果你学会注音符号的拼读方法 那么以下的这些国字 你就可以正确的读出他的字了 台罗的音标 号称有八声七调 但是实际上也没有这么多 因为第1声 跟第4声 他没有调号 那第2声 跟第6声的调号都一样 所以你会看到的调号就是以下这些了 包括 左撇 右撇 肩帽子 一横 一束 再看一次 左撇 右撇 肩帽 一横 一束 那这些调号 要怎么辨识 那以下老师有编了一个口诀 那你看到了口诀的数字 你背到了口诀数字 还有他的形状 就是用来判断他是第5声的一个重要线索 好现在先跟老师把口诀读两次 一束没记好 一束没记好 PTKH第4声 PTKH第4声 左撇 右撇 两三声 左撇 右撇 两三声 五声 第10没 五声 第10没 七横 八数 第1名 七横 七横 八数 第1名 请大家先把这个口诀 记住 那待会老师会把每一个声调判断的 方法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好 现在我们要叫的是第1声 那他的口诀是 一束没记好 PTKH第4声 就是在音标的字母上面没有声调符号 看不到声调符号 那字母的最右边 也不是PTKH的其中一个 那么就是第1声 好 那像这个K KOO的K 他在左边 所以他不算 啊这个T也是一样 在左边的都不算 必须要在最右边的字母上面才算 那 这些都是第1声 第1声 好我们再把第1声的口诀讲一次哦 跟老师说一次 一束没记好 PTKH第4声 好所以没有PTKH就是第1声 好接下来要判断第2声的口诀 左撇右撇 两三声 左撇右撇 两三声 只要往左边撇的 就是第2声 好老师来说明一下哦 字母的上面有声调符号 这边有声调符号哦 调号往左边撇 这边都是往左边撇过去的 所以这些的罗马拼音都是第2声 好我们再把口诀读一次 左撇 右撇 两三声 记得往左边撇的就是第2声 好那第3声的判断口诀跟第2声一样好再一次 左撇 右撇 两三声 好只要他是往右边撇的 右边撇的就是第3声 好判断的方法 第一个字母的上面有 声调符号 调号都是往右边撇的 就是第3声 像这个地方往右边撇 往右边撇 这个也是往右边撇 所以这些 罗马拼音都是第3声 好我们再把第3声的口诀再复习一下 左撇 右撇 两三声 好接下来要判断第4声的口诀 第4声 一数不记得 PTKH第4声 第4声 字母上面他们都没有调号 都没有 声调的符号 那 在最右边的字母 是PTKH其中一种 像这个地方是P 这个地方是H h,这个地方是k,这个地方是t,那这些都算是第四声,好,我们再把第四声的口诀跟老师说一次,一数无计合,ptkh第四声,好,接下来要介绍怎么样判断第五声的声调,好,跟老师把口诀读一次,五声地尘无, 就是字母的上面,有一个尖尖的倒v的帽子的形状,每一个都一个v字形倒过来的帽子形状,那么这些都是属于第五声,第五声的口诀再来跟老师一次哦,五声地尘无,记得有尖尖帽子的就是第五声,好,接下来要介绍第七声的判断方法, 来口诀是七横八速第一名,七横八速第一名,罗马音标符号,其中有一个字母的上面有一条横线,有一条横线,那么这些的音标就是第七声,口诀读一次哦,七横八速第一名, 好,来最后一个要介绍是第八声的判断方法,口诀跟第七声一样,七横八速第一名,那这些的音标,其中一个字母,它的上面有一条短短的直线,有一条短短的直线, 这些音标就是第八声,这些音标就是第八声,老师介绍到这边,有听懂吗? 好,最后我们再把口诀从头读,跟老师读一次,一数没记何, PTKH第四声,左撇右撇两三声,五声第四声,七横八速第一名,好,老师的说明到这边结束,如果小朋友还没有记住的话, 要再把影片重复看一次哦。